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儲存格式裡面呢 它有一個制定的功能 這個制定功能喔 有沒有 其實你也可以類似啦 我因為我 就像這個計畫號碼的那個 欸對它有個formate 它有了 對對對 那比如說你今天在這邊一樣 給它三個零 一二三 有沒有發現 它上面就084 所以你按確定 它一樣會變084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把這邊全部變成什麼 全部變成都是 什麼呢 都是 三碼的話 你可以全選按右鍵 做儲存格式裡面 制定啦 當然在底下有一些參考的格式 那你可以從格式裡面去找 那當然你就直接按確定 它裡面全部都變三碼 可是特別注意 這個動作呢 只是 表面上面 是 三碼 表面上是 變成文字啦 但實際上存在裡面的資料 它還是數字 它只是表面格式啦 那這個部分呢 跟我們剛剛的這個其實是相通的 也就是說 裡面的東西 假設你 如果有些格式不知道怎麼做啦 你也可以 從這裡面去找 找一下 就是說 制定裡面 看 某部分的 格式也可以拿來參考啦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些像特殊的 或者是說其他 這個可能要剛好有那些 貨幣好了等等的 你按制定之後 它其實會幫你跳出這個 那這些格式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 那個TEST後面 加上去 那 我大概 知道的大概 就是這一切啦 因為一般用到的 比較多的就是 比如說 3碼就是3個0 4碼就是4個0 至於其他的會比較少用啦 OK 好 那 同學這個問題很好啦 因為一般當然 如果沒有仔細推敲 也不太知道 其實這地方 另外還有可以從那個 4碼 在VBA裡面有類似的用法 或許從VBA裡面那個說明檔裡面 也可以找找看 也有相關的答案 好 那 這個是同學問的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VBA 那 再來的東西 其實難度會比剛剛來的多 比較高一些些 怎麼說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 把開發人員這個頁 打開來 那一般你的電腦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之前都沒使用過的話 應該 會 沒有出現 這個 開發人員的索引標籤 就類似像這樣 你是找不到開發人員的 那所以 記得可以從這個 小箭頭裡面 其他命令 特別注意喔 因為 如果你們現在有些同學是用那個 2010的 有些是2013的 甚至更新的 他那個開啟 開發人員的位置不同 如果你是 2007的話 是在常用 常用裡面的這個位置 打勾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在那個 你是2010的話 記得他的位置 是在制定的上面還有一個 那個功能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 反正你們找一下 就是在上面一格 旁邊 會有個開發人員 你把他打勾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的開發人員 就會出現 OK 那如果 沒有開發人員 VBA也不用寫了 不過 我覺得 在 Excel VBA裡面 有個優點 就是說 一般開發環境 你要 需要做很多的 設定 才能夠 產生一個 開發環境 在VBA的優勢 就是你把他 開發人員打勾 你就可以看到了 不過你把他打勾之後 這個時候呢 你已經等同是 晉升成為 開發人員 OK 所以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你現在是 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跟 應用的人 是不同的 開發之後呢 你就 晉升 有那個 設計 設計跟 應用的位階 是不同的 所以你是 設計一些東西 給別人使用 所以 相對而言 也會 比較稍微 難度應該是 會高一些些 那接下來 有幾個重點 你可能要 需要 注意的 第一個 我們以後要在哪邊 撰寫程式 特別注意喔 像我剛剛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在 Visual Basic 那你把他點擊開來的話 請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他可能會是 這樣的狀態 就是整個蓋住了 而且裡面可能是空的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我先把他還原好了 因為本來是沒有這個模組的 我把它移除掉 你打開來 他會是這樣的狀態 第一個 這邊會有一個專案 專案裡面會有一個 如果你只有開一個檔案 那他就會是一個 後面的話 VBA 後面就是接著 你的這個檔案名稱 那我建議你先做幾件事 第一 請你把 這個 VBA的環境縮小 我的習慣是這樣 為什麼要縮小 因為 等一下你可以 一邊看著你的 需求 就是你要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做什麼事情 去撰寫你後面的程式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要撰寫程式的話 請注意 請你在這邊先按個右鍵 在VBA PROJECT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以後呢 所有的VBA 要撰寫 一定從 模組開始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插入一個模組 你沒有辦法 把程式寫在裡面 所以記得 一定要在這邊按右鍵 凡是這個地方按右鍵都會出現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呢 你只要插入一個就好了 你不要說一個 然後 就有些同學 看到好像 因為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他擋住了 他以為沒有插入 所以他又再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可能又擋住了 他又繼續 所以後面的變成有很多個 那每一個每一個裡面都寫一點東西 後來找不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們初期 入門的時候 建議呢 你只要一個就好了 所以把第2個或第3個移除掉 然後呢 他要問你說要移除要不要匯出不要就好了 留一個就可以了 請你固定在一個模組裡面 撰寫你的程式 除非未來 你已經上手了 也寫了很多東西 你需要分類的話 你可以 所以在不同的模組名稱 那名稱的話這邊都可以改 下面這個 Module 1 Module 2 這些都可以改 然後呢 分別寫不同的 這個程式在裡面 好第1個 第2的話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 需要產生那個按鈕 放上去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 我們 第1步呢 就是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門號 這邊程序記得 有不要放這邊 那我要怎麼樣開始撰寫程式 記得喔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呢 那我叫做 比如說我叫門號好了 也許我希望將來 這個門號 將來那個按鈕名稱也叫門號 那我就兩邊是 相同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打一個門號 OK 啊記得喔 形態請你用sub 這個sub是對應到一個按鈕 OK 如果方弦的話就自訂函數 我們用sub 按個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寫 public 就是共用的 也就是在模組區 大家都可以共用 其他的 工作表 他就可以存取到他 的一個什麼sub sub就副程式 名稱叫門號 後面有個括弧 就是 傳遞參數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參數 所以空白 後面記得 一定要endsub 有頭 有尾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我要做什麼事呢 我剛剛第一個按鈕 按一下他之後 我這個按鈕是 這樣門號 等一下可以對應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當我按一下一個按鈕 他就可以自動幫我完成這件事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完成的話 我需要告訴他說 我要輸出什麼東西 到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第一個先給他一個範圍 那這個地方 比較難的就是 需要跑一個回圈 因為如果說你輸出好了 假設我今天 怎麼輸出一個 我先輸出一個 那怎麼去指向某一個儲存格 這個時候 請記住喔 輸出到哪裡寫在前面 那輸出這個位置 請記住 我們需要去 學習第一個 Excel裡面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名稱呢 就叫Sales 也就是將來 我們會用一個物件名稱 代替上面東西 讓它可以去被我控制 所以 最重要的第一個 儲存格 儲存格物件名稱叫Sales Sales OK 一定要加S 刮壺 刮壺之後的話呢 他會出現 那你要輸出到 Raw Index 就是哪一列啊 就是第四列 豆點 哪一欄啊 那你可以怎麼敘述呢 你可以給5 A B C D E 不過我比較建議是用 這種敘述啦 你可以輸入5或者是 用1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是一個公式 那你可以什麼 等於一個 先打一個空字串 09 然後呢 後面的做法 就跟剛剛的做法 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今天輸出什麼 09 然後 後面串接什麼 所以 不過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在VBA裡面 M的符號 需要前後加空白 然後我在指定 我要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電信 怎麼指向它 Sales 一樣 然後 然後 掛號符第幾列 第四列 豆點 第幾欄 你可以打F 把F欄裡面的資料抓過來 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在AND 空一格 然後一個 minus符號 OK 好那再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09就出來了 因為它有個minus 它就自動 不會是文字嘛 就會是一個 不是一個數字 就是文字 那後面的話呢 我要加上什麼 這個門號區 因為它現在格式看到是084 不過其實裡面它是一個84 那我可以透過 剛剛是用Test 不過在VBA裡面 它不叫Test 它叫做Format Format 你把那個Test改成Format Format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叫G欄 那G欄的表示方式 就是這樣子 這邊改成G 然後把這邊的話 一樣嘛 然後Format 我輸出看看 輸出的話就是 按下上面這個執行 這邊後面 逗點還沒結束 0,0,0 跟那個Test很像 只是把那個Test改成Format 輸出看看 那執行的 那執行的 有不要放中間 放這個中間執行 有沒有 084 後面的話呢 一樣的方法 把這邊有沒有 Ctrl C 貼到後面 這邊改成什麼 H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直接輸出 一個OK了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只有一個 那下一個怎麼辦 那當然比較笨的方法是怎麼樣 把這一行 複製 複製之後呢 貼下去 把4改成 5 改成6 改成7 總共有幾列呢 總共有 Ctrl向下 103列 好像不是好方法 對不對 所以在VBA裡面呢 有一個 叫做回圈的東西 回圈呢 就是 如果你將來 某一個數字要不斷的重複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範圍 那寫法上面 只要做一件簡單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下面好了 我們把它 Enter一下 你打個4 負回圈 那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會改變 I 等於 4 到 103 Enter兩下 打個NAS NAS其實後面可以有NASI啦 不過一般會把這個I拿掉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I 會改變喔 而且會是在 4 5 6 一直到103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做好之後把上面這一行 搬到裡面來 搬到裡面喔 然後做什麼事呢 再把 裡面的4 改成什麼 裡面的4 改成I 這邊改成I 它就會完成你要做的事情 OK OK 程式寫完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那你程式寫完之後喔 你就可以把他移到旁邊 那怎麼執行 把游標移到中間 接下來怎麼樣 再按一下上面的東西喔 把它執行過 OK 全部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啦 就完成了 所以這裡面的話 主要幾個重點 一 請記住喔 Visual Basic 插入一個模組 打開之後有沒有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呢 就叫做門號 然後分別完成這些 當然如果你動作比較慢的同學啦 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怎麼樣 這邊不是很門號的耶 Ctrl C Ctrl V 就完成了 不過還是建議你慢慢再打一下啦 如果今天來不及的同學 可以先 體驗一下 再把中間刪掉一下 以後我們的那個 VBA都是從這邊出發的 反正就慢慢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可是你可以做更多事情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呢 就是主要 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呢 插入一個程序 所以一個模組裡面 可以插入 非常多個 程序 那這個程序裡面的話 你要認識 最重要的 物件 就是儲存格 以後怎麼樣 可以指定某個出聲歌 放什麼東西 它的規則都是類似 同樣的 因為你需要做重複的動作 我們將來如果你 需要做重複動作 就會需要一個 迴圈 這個迴圈呢 一般都會用這個 所謂的 FOR迴圈 那這個I 是一個變數的名稱 這個變數I的名稱 是我們自己取的啦 你當然你不見得 一定要叫I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都沒關係 不過我的習慣 列都用I來表示 藍的話 有時候用J來表示 如果你有個 列有個藍 那所有東西 通通 都可以在一個按鈕 按下去 瞬間 幫你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試試看 大概 最好是可以 自己體會一下 因為未來這些東西 都會 不斷的出現 OK 試試看 如果 可能動作慢的同學 沒關係 你只要習慣 雲端上面的 那個 記得右上有一個 彈出視窗 你就把它彈出之後 在Ctrl C Ctrl V 那你至少 就可以 先執行看看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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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